主持人 转发电话 电话和车层,转发电话 阿龙,累死了,找个地方坐一下吧 啊,累死了 这就累了,你看真交情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阿龙啊,你看啊,这城市这么大 也不知道将来我们在这里来混成什么样子 你要自信一点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脚踏实地 能吃苦 总有一天会过上好儿子 吃苦我可不想 你想想我们从老家千里挑战在进城 还不是为了过上青春的好儿子 难道你在老家吃苦还没吃到吗 可是我们没有做学历 也没有一日是谁 不吃苦还能靠什么 阿龙你懊着了吧 你有没有听说过靠点吃饭的 现在有很多男生 都是靠着一张脸做网络主播 跟人家聊聊天唱唱歌 青春月落过旺的 这我知道 不是我觉得不靠谱吧 你就是胆子太小 觉得这不靠谱那不靠谱的 你觉得什么才靠谱呢 我们刚进城 还不如找一家饭店 洗洗盘子 做做收益员什么的 要去你去 我可不去 我想先去贷款 什么贷款 贷款干什么 贷款走能啊 走成明星点的样子 就去当主播 早上冷身巅峰 郑冬 你这野性也太大了吧 不行不行 我得看好你 你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啊 哎呀你烦不烦啊 我爸妈都管不住我 你管得住我吗 算了跟你说也没用 走吧 先找一个住在里面 走吧 老婆 今天先做完活动的时候 简直像做梦一样 三年前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会在这里买房 老婆 这是真的 不是做梦 我现在是能在城里安了个家 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个哥的 是吗 当年 我是和我兄弟东东 一起来这个城市的 可是后来做梦过的 就失去联系了 他的号码变成了分号 我也一直没有联系放条 我不知道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你说的 是一心想当网红的 那个东东是吧 你放心吧 说不定人家 早就过散自己起来的生活了 那就好 走吧 老婆 你看那个人好可怜 我去给他一点钱 你还好吧 你等等 你是不是东东 你怎么见到我就跑啊 东东 东东 我不是 你弄错人了 你不要骗我了 虽然你变了 但是你的声音我能听得出来 你就是东东 东东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在路边祈祷啊 你不是做主播了吗 阿龙 我都没脸见你了 东东 你不要怕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是兄弟 我会帮助你的 你别忘了 当年我们是一起信神打拼的 我不会抛下你不管的 阿龙 我当年整轮失败 变得很丑很丑 根本没有哪家公司 愿意要我 本轮的大块也管不上 淘汰的人一直在找我 我不敢在一个地方住着 所以我就当乞丐 淘汰有个饭吃 不怕不怕 走跟我回家 不不不阿龙 我不能跟你回家 淘汰的人很快就能找到我的 到时候我会连累你的 不怕 到时候钱多少钱 我们帮你还 阿龙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什么也别说了 走 跟我们回家 我是阿龙的卫生区 阿龙一直跟我提起你的 没关系的 跟我回家吧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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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怎么样 姐 这个婚房 我们都已经定下来了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这不是马上 准备交房了吗 我和阿伦想着 把房子 找到装收装收 这以后啊 住着也舒服 虽然说 这是超新的一点 还有就是 我爸妈那边都说了 打算出50万 就算是嫁妆了 行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 你们自己垫 哇 也不瑕疑 那你看看这个 签了吧 这什么 婚前财产 公正协议 你说你搞这东西干什么 这个是随心打乱的 你懂什么 姐 这个有必要签吗 有 有必要 你看现在离婚的这么多 这个也不是咒你们 你说这以后 要是有个万一 这对谁都好 不是吗 不是 姐 你这 我是真的不同意 签这个婚前财产协议的 姐 这以前 我话真的不好意思跟你说 这今天 我真的必须要好好跟你谈谈了 这份协议啊 我是不会签的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不就是怕我冲钱来的吗 哎你天啊 我可没那个意思 姐 你让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你们家的条件好 但是 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差呀 我跟阿文结婚 也算是能当部队 你真的是冲你前来的 你要是让我签这个协议 我是打心里不舒服 这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们现在年轻人 有几个靠谱的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们家前来的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当时签了这个 对我们两家都好 你就签了吧 你先仔细看看 不对呀姐 这协议上怎么只写在房产证上 只有二楼一个人的名字啊 这房子的钱 我可是也出了一半的呀 这不应该是我们两个人的吗 你抽钱了 你抽什么钱了 这五十万啊 姐 这房子一百万 我爸妈给的五十万 不是买房子的钱吗 这卡都给你了呀 哎呦 你误费了 这五十万是专修款 这专修款 总不能写在房产证上吧 那是没有的事 姐 当初我们可是说好的 这房子啊 我们一人出一半 这专修 还有家具 是您和姐夫出 这我们不是出好了吗 不是不是 你误费了 这房子是一百万是吧 这一百万是我出的 你看你的五十万 都在这里了 一分都没动 这五十万是专修款 我们家这房子啊 我们还是买得起的 买房子不会要你的钱 你的钱啊 是留着专修的 是吧 你们年轻人 喜欢什么样的专修 自己去弄 我又不懂 我们啊 就跟着跑跑腿还行 这钱啊 都在这里面 一分都没动力 你赶紧说话呀 之前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这几天 光想着买房子的事情 天天忙着交头难合 你们怎么说的 我也没记住啊 哎 你 不是 我跟你说说 这买房的钱 是我出的 这房门正上 写我的名字 是应该的 是吧 这阿荣是我的签订力 写他的也不过分啊 是吧 你这钱都在这里了 这不写你的名字 这没什么不对啊 姐 那照您这个意思的话 是诚心不想让我进你家门了 是吧 你看什么呢 赶紧拿主意啊 我听你的 啊 我 我听你的 听我的 行啊 听我的是吧 这婚啊 我不结了 小雅 小雅 你给你姐过去吧 你咋还玩手机呢 我爸都住院了 你咋不管不问的呢 你爸住院了 住院了就住院了吧 不是 我爸都住院了 你咋还心灾乐祸的呢 我哪有心灾乐祸啊 那你是干啥 赶紧收拾东西 跟我一起去照顾我爸呀 照顾你爸 嗯 不可能 我告诉你 你也不许去 那不是还用你跟你姐吗 哪轮得到你呀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还不能看着我爸去呢 不准去 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 你有种 你不去啊 我去 你耽搁 不准去 你要去咱们就离婚 我不跟你过了 你讲不讲离啊你啊 等等 小雅 我在楼下就听见你娘口子在吵架了 怎么了 书记 你怎么来了 书记 正好你来了 你给我评评理 我爸病了 你说他不但不去医院照顾 还不让我去 你爸病了 你怎么不去照顾你爸 还有心情在家里吵架 我不去 你岳父平时对你也不薄 对你也挺好 你怎么能这样 是 我岳父平时对我挺好的 我对我岳父本身也没有意见 那 那是 那不是有的他哥伙他姐吗 他也不光只酸小雅一个女儿了 他爸病了 你怎么也得叫他去医院看一看 你啊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 我还是我妈辛辛苦苦 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一把水一把尿的帮我拉扯到 你这孩子 正在谈你岳父的事 怎么扯到你妈身上来的 你也太不懂事了 书记 你问问小雅 他自己做了很多事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做啥啦 你做啥 你自己心里知道啊 你 喂 妈 喂 东东 你妈生病了 你哥你姐都过来了 你妈就是嫌你了 你能回来看看他吗 爸 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 轩雅 轩雅 干嘛呀 轩雅 我妈生病住院了 想我了 给我打了好几件电话了 我回去陪陪他 行吗 咱们家现在活多忙啊 你这种谁干活啊 我告诉你啊 不许去啊 小雅 你说你啊 叫我怎么说你好 再忙 双方父母也得放个守卫 现在你发病了 你自己也得换位思考一下 当时东东是什么样的心情 咱俩现在就回去看你妈 回去啊 再看我爸 行吗 不用了 我妈已经出院了 咱们还是先去医院看看你爸爸 你看 多好 多好的小伙子 多懂事 谢谢主席 那我们就先去看我爸了 快去吧 我看我爸 来吧 我妈也得过去看我 那我不用了 我扶揄了 我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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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了